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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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雷 歡迎回來 B雷的玩具世界 今天 玩具開箱 來跟各位簡單的分享 萬代RG的 New Gundam 那麼首先可以看到 這邊是他所有的配件 我們先從 配件來看細節吧 首先這是他的火箭炮 五件炮的握柄 可以活動 五件炮的握柄可以活動 然後炮管有一個拉伸的部分 再來就沒有其他的 還有一個 連接背包的這個 卡榫 接著是他的盾牌 盾牌我只有貼兩個貼紙 然後 細節大概就是這些 連接 那他的 卡榫可以旋轉 還可以 向前向後的 翻折 就沒有其他的 連動裝置了 只有這樣 再來是他的光束霧槍 整體細節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 卡榫 連接在 屁股那邊的一個卡榫 可以翻出來 握柄沒有辦法活動 是固定的造型 接著這裡有額外附贈一個 背包的一個 掛鉤 可以裝在另外一邊讓你掛 右手邊的 浮游炮 有一個 支架連接器 再來是光束軍刀的 光束軍刀的 透明零件 光束軍刀的 這次總共有 七個手型 一個是 持握光束步槍的 造型手 然後兩個開掌手 兩個握拳手 以及持握 火箭炮或者是光束 劍柄的造型手 那這個造型手 它這邊還有一段關節 可以垂直的上下活動 擺出比較生動的 揮刀的動作 再來這裡就是它的 浮游炮 總共六個 造型都是一樣的 然後 那麼我們再來細部的看一下 浮游炮的連接方式 首先這兩塊灰色的是 一體成型的骨架 就是關節已經 在骨架上 就做好了 那它的彎折方式 其實角度不同 也有不同的 造型出來 像正常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彎折 那如果你把它 一邊比較下面 一邊 就會變成比較偏的一個角度 或者是可以拉得比較窄一點 或者是可以拉得比較窄一點 就像這樣子 然後 它的扣法是 這邊有一個卡榫 是翻出來 那這一邊 也有一個卡榫 如果平常的話 是收納在裡面的 那你可以選擇 向左翻 就是 向左翻的話 你的浮游炮 就是往這方向延伸過去 那現在我們 依照正常的機體的話 它都是先 這個單邊 往 右邊延伸過去 那你這邊翻出來之後 這個C型扣 另外一邊會變成一個 圓柱型的卡榫 那它卡榫有上 下兩個 所以它的 浮游炮可以往上掛 才有層次出來 那像正常的 照著說明書去擺的話 它這邊 都是兩個兩個對齊的 再來第五跟第六個都是向上掛的 那因為你如果是平面對齊的話 就是 灰色的那個 PS零件去咬灰色的PS零件 那你從這邊 開始受力就會比較重 那如果你是上下掛的話 它是PS零件咬 塑膠零件 所以 這邊的結構會比較穩 但是這邊會比較鬆 所以有人說玩一玩的話 這邊很容易掉落 就像這樣子 那是因為你的灰色去咬灰色 它會比較鬆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好把持的話 你就是向下咬一格 讓它的灰色零件去咬藍色的塑膠零件 它會比較穩固一點點 但是造型就不是還原 所謂的動畫跟機體設定的 一般標準型態 所以說玩法其實很多種 它 你不一定要照著原設定去 去把玩 你也可以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組裝成你喜歡的 浮游泡的感覺 那像它這樣就比較穩一點 雖然還是會掉 可是 至少 把玩手感會感覺比較穩一點 對 那麼 浮游泡的接口 就是背包這個 錫形扣 扣在這個有洞的這一邊 它下面是沒有做樓空的 所以你只有單邊 一個方向可以讓你去扣 那它這個背包這裡 這塊其實是可以做活動的 就是它整體可以自己去旋轉 去調你要的位置 那它這一邊是光束軍刀的劍柄 然後這一塊也可以旋轉 然後如果你想要兩邊浮游泡的話 把這一個藍色的分件給它拔起來 之後替換上 另外一個 這樣你就有兩邊的錫形扣 可以去掛載浮游泡了 那這邊就順便介紹一下它的支架 它的支架 這個錫形扣要勾在這裡 但是我的因為拆拔了 有一些角度 給它拉扯 它的錫形扣有一點擴大 所以比較鬆 所以比較鬆 那這邊 那這邊 再裝上你的 背包的 方形 跟下面的 卡槽 稍微要對準一下 OK 那你的背包就完成了 就是 支架就完成了 那它這個支架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這邊是一個正方形的框框 但是它樓空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 大概是3mm的圓孔 但是它也是一半樓空的 所以說如果啊 如果我拿鋁線支架來用 直接督進去 它會滑掉 它會往另外一邊滑掉 所以你的鋁線如果說你要給它 這樣直接使用 其實是比較 不穩固的 它會滑掉 會晃 那如果 你要用 萬代的 魂Stage 或者是其他 像Figma SHF這些 它們 總體來說 是有點偏短的 因為下面這一塊 螺絲的造型 會限制住 所以你督進去其實 沒有到 沒有到底 你只能到這邊而已 而且它又有樓空 所以支架其實 這邊的圓柱其實 沒什麼作用 它要靠這個 正方形這一塊來固定 那所以 如果你要玩 你組好 NU鋼彈 想要去玩的話 可能還是要 自備一個 像是萬代的 這種 有正方形 接坐的這種支架 那它比較方便 固定 並不會特別的腰晃 那我這個支架是 萬代HG的那個 金剛大漢 無限 無限的那個造型的金剛大漢 裡面附贈的 它有附兩個 算是蠻好用的 那這邊也可以拿來搭載其他的東西 那支架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關於武器的收納 這邊也先講解一下好了 它的屁股這邊 這邊有一個 卡榫是隱藏式的 要把它往下拉 這邊沒有設計那個 凸點的卡榫 所以比較不好 弄出來 那它這邊開了一個縫之後 布槍的這個卡榫 就可以直接 卡進去 好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再把 黑包插回去 那它的造型呢 有一個角度 所以並不會影響你的 布槍收納 那再來呢 火箭炮 把這個卡榫翻出來 然後直接對到 中間這個 卡槽 那火箭炮這裡有一個 S型的一個角度 那它支架也有做出 這樣的一個角度 所以剛好兩個 武器收納 都不會影響 所以你看這裡貼的 剛剛好 是這個支架特別的 一個設計 再來 左手的小臂 後面也有一個 光束軍刀的 劍柄收納 那它有一個 連動機關 就是你用這個 藍色的往上拉 它這個會 劍柄就會 凸起來 那要收回去的話 要下壓 再往回擊 所以它有一個 滑動連動機制 接下來我們就 進行 關節可動範圍 來講解吧 細節的部分 我就不拍了 因為網路上很多 細節圖 都比我好看 而且有上墨線啊 貼貼紙啊 絕對是賞心悅目的 那我這邊 我就不做細節介紹 我做關節講解 首先頭的 脖子跟 頭的連接 這裡是球形關節 上面是球形關節 下面裡面是球形關節 然後白色的部分 是一個 軸動的關節 它可以再額外的 上拉 擠下去 跟上拉 然後球形關節 兩顆 所以它的 頭 角度算是很強大的 低頭的話 下巴可以碰到前面 那抬頭的話 範圍算是有的 然後旋轉 360度 沒有問題 然後可以左右 歪頭 所以這次 是脖子算是有做特化的 脖子算是有做特化的 範圍算是非常夠用 在低角度的時候 牛肛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看 好那再來是肩膀的部分 首先肩膀 肩膀 肩膀有一個 獨立的關節 可以上台 然後前後還可以再外翻 再來這兩邊的 進氣口嗎 還是什麼 這兩邊也可以稍微的活動 所以整個肩膀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的干涉 那手臂的部分呢 肩膀也有外拉 肩膀外拉之後 還有一個額外的上台 那再加上手臂的 肩膀這裡的 關節 可以直接抬到 180度 那向外拉跟 縮胸的這個部分呢 也算是蠻大的 肩膀 再來是二頭肌 二頭肌旋轉 手肘的雙關節 以及手腕 有一個上台的關節 那 拳頭是球型關節 那這次RG NUGANG的腰部就是 為了可動 而設計出來的 那它前面駕駛艙可以活動 可以 些許的上台 紅色的部分也可以展開 那 那 那麼腰部關節 這次它是用一個摺疊的造型 它是一個角度摺疊收納進去的 所以你把它生長開之後 你的彎腰 可以到達這個角度 那你的後仰 如果把背包拿掉的話 後仰可以到達這個角度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前後彎腰是非常厲害的 當然 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 造型外露比較醜 關節外露出來 所以造型就沒有顧及到 那麼我覺得在可動 跟造型取捨的話 一定會有一邊有犧牲 或多或少都會有 再來 駕駛艙裡面是有一個軸關節 所以它有一個很明顯的 左右側擺 那如果你把它收進去的話 這個左右側擺會有一點點乾澀 所以通常是拉出來的話 左右側擺比較明顯 最後是腰部的旋轉 旋轉就在下段 然後跨部裡面還有一個 左右側擺 所以兩個搭配的話 角度可以更大 然後 裙甲的部分呢 前後左右都可以 進行活動 左右兩邊 跟前 前面兩片都是球形關節 可以額外的向外擴展 然後 向上抬起 旁邊的話 就沒辦法抬到平行角度 可以 大概45度角 那也可以旋轉 後面的話 是一個 軸型的卡榫 雖然跟旁邊側擺角 會有阻礙 那如果你稍微調整一下 它最大可以抬到這樣的角度 因為跟腰部會有乾澀 這個 大概這樣就是到底了 是它的極限 那它前跟側裙甲 可以稍微再 向外擴一點 就是它有一個關節 設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稍微外擴 讓前裙甲 再做一個 更大的伸展角度 再來是 跨部 跨部有一個 拉伸關節 要拉伸關節的話 下面有一個卡榫 要把它翻開來 翻開來之後 這邊 就可以進行下拉 那它兩邊是分開操作的 所以你可以一邊下拉 一邊不拉 再把它 扣回去 它就可以固定住 並不會因為你的 上半身太重 然後把它 下壓之後 你的拉伸關節又回到原位 所以它這個卡扣固定 比較好用 再來 骨關節的話 其實任何角度都沒什麼問題 再來是旋轉 大腿旋轉 旋轉的話 也因為它骨架是扣住的 所以並不會轉一轉就鬆脫了 這個設計算是不錯 然後膝蓋 有連動 就是大腿這邊會下滑 然後後面的話是這個 推進去 會有一個連動效果 最後 小腿這邊也有一個滑動的效果 然後腳掌的話就是 腳踝這邊類似轉輪的斜叉 那 左右旋轉 前 後 前腳掌 然後接地 都有很不錯的效果 總體來說 這個RG NU鋼彈就是為了 可動而進行的一個特化 這裡補充一下 剛剛駕駛艙說的 微微的可動這裡 其實它可以 往上拉很大的角度 它可以整個拉起來 那它 那它NU鋼本身還有做一些 可以展開的機制 像它散熱口 這個上面 藍色的裝甲 可以額外的向外翻 然後 腋下這邊 也有一塊裝甲 可以向下拉下來 可以向下拉下來 然後裙甲的部分 也可以再做一個下拉 這裡有一個卡榫 小腿的這個散熱口 也有一個額外的 兩側都有 兩側都有 那介紹的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來 簡單的擺幾個POSE吧 我先NU鋼 其實 這部作品 我真的沒有去看過動畫 那我也只能從一些 網路上的圖啊 大概知道 它跟莎莎比的對打 還有感應炮 或者蝴幽炮 都是怎麼樣的一個擺法 那今天我就先從 簡單的 我常擺的 細的 這種POSE 來開始吧 那我也順便 聊一聊 就是 有些人會說 什麼鋼彈 POSE啊 不應該這樣擺 或者說 你擺這個POSE 不是很適合 這個鋼彈 那我覺得 其實 POSE怎麼擺都是看個人的 像我本身就不是很care 說一定要還原什麼的 那如果你是很care 那其實 你把你自己的玩具玩好 那別人怎麼擺 其實也不會影響到你 那你自己如果能夠擺出來的話 當然大家認同你 就會給你支持嘛 那我個人不是這種 硬要還原什麼的 我只是隨我的心 去玩我自己喜歡的玩具 跟喜歡的動作 那如果你硬要挑 其實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畢竟 我就不是一個什麼 原作黨啊 或者是 還原動漫畫之類的 我喜歡擺我任何想要擺的POSE 像最近 其實JOJO看了很多 我就很喜歡擺JOJO的POSE 那你就說 鋼彈不需要擺JOJO POSE 我覺得無所謂 畢竟它可動這麼好 你只拿來戰施 拿來上支架 放個簡單的KA戰 或者是 浮在空中的POSE 對我來講 那個都是個人自由 那我其實喜歡 這樣的擺法 我就是盡力把它呈現出來 其他人看了不喜歡 那就無所謂 所以我自己玩得高興就好了 我對它運氣 你會不會太好 你會不會太好 希望可以不喜歡 我不喜歡 你會不會太好 你會不在乎 那這就是一般系的封面罩嘛 那麼接著我們來一個防禦射擊的一個POSE 讓我們來防禦射擊的一個POSE 滿足的成分 好心的 知道這裡是怎麼打呢 開火切成熟 手上去夾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這邊垂下來 如果你很介意的話 就找一個輔助的東西 把它架起來 那接下來我打算找幾張大張正極的POSE來扭扭看 那如果你對於鋼彈啊 扭出一些極度不自然 或者是 感覺很像JOJO的風格的 你不喜歡這種POSE 那麼你這邊就可以關掉影片了 因為接下來 不僅有大張正極 那後面也會有很多JOJO的POSE 影片就到這裡 接下來就請慢慢欣賞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幫忙 請 我 說 我 不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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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